我们身边总会有这么一些穷人 这里的穷并不是指金钱物质上的匮乏 而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穷 精神上情绪不稳定 格局不大 自以为是 心理上极度心极强 目光短浅 自认聪明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穷人 最好远离 俗话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久了 潜移默化 你也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曾国藩早年在情绪控制方面 做得并不好 他情绪不佳 急躁 粗暴 恼怒 兵败江西期间呢 曾国藩的情绪很差 按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 闻春风之怒嚎寸心欲碎 见贼船之上使 绕屋彷徨 郁闷到了极点 关键时候呢 他又遭遇好朋友的落井下石 和朝廷的不信任 那段时间里 他的心情很不好 性情格外暴躁 经常因为小事 就大骂自己身边的人 期间 他和曾国权 曾国华 曾国宝兄弟几人 都闹过矛盾 而且这些矛盾 都是曾国藩主动 挑起来的 后来在明依 曹敬初的指点下 曾国藩认识到了 情绪控制的重要性 并对自己的过失 进行了认真的 自我反省 从此以后 曾国藩 把控制情绪 当作修身的 头等大事来做 渐渐地 做到了 宠辱不惊的状态 有人说 你不会控制情绪 就注定 被情绪所控制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父亲 在公司 受到了老板的批评 回到家 就把沙发上 跳来跳去的孩子 臭骂了一顿 孩子心里窝火 狠狠地 去踹身边 打滚的猫 猫逃到街上 正好一辆卡车 开过来 司机赶紧避让 却把路边的孩子 给撞伤了 这就是 心理学上 有名的 踢猫效应 描绘的是一种 典型的 坏情绪传染 所导致的 恶性循环 情绪不稳定的人 他们说出的话 会让你难以消化 他们做出的事 会让你 意想不到 他们的喜怒无常 会让身边的人 小心翼翼 他们用情绪 消耗自己的同时 还顺把你带上了 远离情绪不稳定的人 当他情绪暴躁 愤怒的时候 处在他身边的你 就是宣泄对象 轻者受他影响心情 重则 可能伤到你 俗话说 心眼小的人 天地大不了 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的 遇见谁 你决定不了 但是 你可以选择 和谁交往 小静跟我说过 他跟闺蜜 分享报考成教的事情 闺蜜 若带讽刺的口吻 回了他一句 又像多一个大学生 有些人言语 真的很伤人 言如刀 他们说出的一句话 却像刀子一样 捅进了别人的心窝里 后来他闺蜜 自己也报考了 当他需要交作业的时候 就发信息给小静 说自己太忙 看着书就想睡觉了 让小静帮忙写作业 有时间就帮他送过来 小静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闺蜜就直接帮他做了决定了 这种格局不大 还自以为是的人 他们只看到自己想什么 却看不到别人想要什么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 隧道效应 一个人若身处隧道 他看到的就只是隧道前后 非常狭窄的视野 有些人 他们不管自己说的话 是否会给人带来伤害 也不会觉得自己请人帮忙 是麻烦别人 在他们眼里 只要他们需要的 都是理所当然的 像小静的闺蜜 小静努力的时候 他不鼓励 反而还讽刺 后来呢 自己需要帮忙的时候 自认为他们是闺蜜 小静就应该帮他 言语中还一副 我忙 你就应该帮我的架势 为了自己往后生活安然 远离这种格局不大 还自以为是的人吧 他们的存在 只会给你添麻烦 有时候还会说出一些 让人意想不到的话 他们的随口一说 你却要用时间来消化 俗话说 禁朱者赤 禁末者黑 年初在家庭群里聊天 都是相近的年龄 话题也都能聊到一块 当我们聊到现在社会 生活工作压力太大了 郁妹讲 这年后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再好的心理素质 也会抑郁的 如妹说 她已经抑郁了 我说 为了不让自己真抑郁 最近有看点心理学的书 打算继续学习 自我调节一下情绪 清姐回话了 学心理学的人 都是心里有问题的 看到那排字 我震惊了一下 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果断地退出了家庭群 我不知道这天 还怎么聊下去啊 清姐说话 一直都是带刺的 对谁都不例外 当年买房子 我妈去问她借钱 钱当然是没有借到了 如妹告诉我 清姐说了 你平姐不就买套房吗 还是二手的 用得着打着借钱的口号 到处宣传吗 有钱也不会借给她 虽然这话呢 她不是直接跟我说的 但是 美美想起来 还是觉得很不舒服 她的极度心 是我们几个公认的 眼里只看得到 她自己想看到的 在家族群里聊天 她的出现 总会让我们 没有继续聊下去的欲望 作家王蒙曾说 有些人总以冠冕堂皇 滔滔不绝 气急败坏的说辞 掩盖自己的 报复心 恶毒心 败坏心 诽谤和重伤 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渐渐地 他们活着的目的 不是为了自己要做事 而是为了不让别人做事 不是为了自己 要做出成绩 而是为了不让别人 做出成绩 在他们的世界里 他只认为自己认为的 当你努力做到了一些 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他们会找机会 讽刺 挖苦你 这种人 他们自己拥有不了的东西 也希望别人没有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也希望别人做不到 其实 就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 极度心作怪 对于这样的人 亲戚也好 朋友也罢 远离 是最明智的 我们都希望自己过得好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这样的心理会导致我们 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 这就是人性 人活一世 命运各有不同 我们穷 不可怕 精神上 心理上穷 才可怕 最怕自己 还认识不到自己 所以呢 生活里我们要时常 检讨 提醒自己 为人处事 我们要有度 有分寸 不要让自己变成自己 都讨厌的样子 余生 你要远离那些摧残你的心灵 消耗你的精神的人 别让他在你的生活里来来往往 影响你的生活 共勉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